踏入垃圾场成千上万顿新冠医疗废弃物 就这么摊在阳光下 根据世卫最新报告 2020年3月到2021年11月 已经丢弃8.7万顿防护装备 相当上百只蓝筋的体重 另外全球接种超过80亿剂疫苗 产生14.4万顿针筒、针头和疫苗盒 等等额外废弃物 医疗垃圾没妥善处理 是疫情下常见的副作用 世卫报告表示 新冠病毒可在表面存活 让卫生工作者面临病原 微生物感染和针头刺伤的潜在威胁 口罩垃圾有没有再生的可能呢 台湾有家公司做到了 MiniWiz小致研发 将口罩废料做成手机充电板 MiniWiz擅长用科技解决垃圾问题 和企业合作推动永续发展 一小块无线充电板 为地球接上正能量 大家新闻做很便宜